深圳當局封城一週後 21號復工復產 當天深圳地鐵站出現壯觀人潮 甚至需要增加地鐵班次來疏散人群 造反了 不過目前在福田區、南山區以及羅湖區 仍有部分地區處於封鎖狀態 有些小區甚至封了近一個月 已經是民怨四起 有深圳公務員透露 政府內部相當矛盾 既想保住官位嚴厲封控 又怕挺工停產 經濟無法支撐 深圳在中國GDP中排名第三 按深圳統計局數據 2021年全年GDP總值是30664.85億 每天約為84.01億 封城停百億週損失約為588億元 再加上管控、核酸檢測等其他耗費 封城的成本上砍600億 有網友調侃 封城期間的每個病例 耗費成本就有1億 普症7% 重症死亡0 平均2例成本約1億 這就是真正的行走的5000萬 如果說你們真的想救人 那麻煩把這些錢直接用在醫院裡 用在那些看不起病的人身上 不要說是人家沒有錢 就給人家把管子拔掉了 把人家趕出去了 目前中共仍要求動態清零 有網友感慨 中共的防疫措施沒有控制住疫情 控制住的是普通百姓 新唐人記者宇婷 易如採訪報導 有網友感慨